因為現在是一座座行李器 那現在科技進步的情況下 人人現在人手一台車 那現在就會變成說我們可能道路變成油膽 是不是就是說我們就是行進也不太順暢 甚至發行不一樣 所以我就想說 那這樣子的情況下 我們交通不用自己我們為人有效率的利用道路的話 而且還造成大量的東西不然 所以我們的選擇是說 這個電動車可以解決空氣汙染的這一個問題 然後我們就在想說 我們要如何減少車子擁解的問題 所以我們就想說 那我們把車子的體積做鎖效 然後再做一些其他的功能 讓可以更有效的利用其他的空間 所以我們想到說 我們要折疊我們的合體 來讓車子達到最有效的空間利用 我們的就是我們想說 要如何 最主要就是如何去做收折 然後可以收折那些部分 又不影響到它的車體結構 機構之類的東西 然後 對 然後我們還要考慮一下它的體積大小 因為我們 我們主打說 男性或女性都可以使用這一台車 所以我們不能做得太大太高 所以我們要考慮到大小以外 還要想說我們的機構要怎麼作動 比較符合這個車子可行性 OK